研究指30亿年前月球两极或曾偏移 一项新研究发现 月球内部的地质活动或许曾造成月球两极偏移 大约35亿年前 月球内部火山活动融化了月球表层 使岩浆溢出 融化的地层物质在月球表面形成了岸斑 也就是为人所知的月海 灼热的融化物质跟周遭的冷地质层相比 密度较低 造成月球自转轴偏移了5.5度 此偏移距离大约有125英里 相当于从华盛顿特区到费城的距离 轴心偏移使大量月冰受到太阳照射 而融化散失 这项新研究也许有助于解释 地球上的水分究竟从何而来